培养同仁的艺文素养 中油公司让员工也能够接受艺术薰陶 由于艺2018年中油美展 展出百渔服水墨画、书法、油画、水彩、摄影、工艺等创作 主题内容涵盖山水、花鸟、走兽 兼以传统、现代及抽象等手法展现 更有仿古作品 将于文化部所属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展出 为培养同仁艺文素养 创导正当的业余休闲 推广艺文活动 中油公司员工利用工余时间 自费聘请老师指导绘画技巧 包含涂颤林教授、洪瑞霞教授指导的水墨画 黄一鸣博士指导的书法 冯德伟教授指导的西画 及杨川真教授指导的摄影作品 一项对公益活动不遗余力的中油公司 在历层长官的支持与提倡下 美术社同仁曾参与中油阅历的制作 两岸及国际文化交流 无偿提供作品、推广艺文活动、美术作品意卖 并捐助弱势团体皆广受好评 而中油公司员工也在忙碌的工作之余 离请专业老师带领 接受艺术的熏陶 既能疏解工作压力 也让心灵有所依托 期盼各界同好、立临观赏 并给予批评与指导 时邦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